第三个9题 小夫在实验室看到一罐标有化学是MNO2的化学药品 关于此化学药品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B说这个药品化学药品是由三种不同元素所组成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写的是MNO2 就是有萌跟氧构成 所以它只有所谓的两种的不同元素构成而不是三种 所以选项B是错误的 那么此种化学药品的原子的最简单整数比为1比1 这当然是错的 这可以看出来这里盟有一个 我们的羊有两个 所以它组成原子的最简单整数比应该是1比上2 所以选项C也是错的 那么选项株 此化学药品的中文名称的念法 必与元素符号书写的次序相同 这当然是错的 我们上课的时候说过了 通常中文学名的次序 跟它写英文化学式的次序是相反的 它的英文写着是MNO2 而中文念作的是二氧化萌 所以氧是写在后面但念在前面 所以诸选项是错的 所以我们只剩下A选项 这是一个化合物 因为我们从化学式看出来 它是固定由一个萌跟两个氧所结合而成 由两种以上的原子以固定的组成 一定的种类 树木 排列方式所结合而成的 我们称之为所谓的化合物 所以第三九题呢 我们答案选A 此化学药品 B是化合物 也许啊